看到六个诗歌诗姐的孩子 你们当下第一版是什么 我们就是要选史册 指定选史册 必须选史册 我们用三个词形容史册 演戏准 漂亮 向小金铭 选择史册的 请举手 我选择 黄天放和酷酷腾 小婉管月这一组 别忘了是吧 我们的组合是 酷天使 我最想合作的就是这一组 双向奔赴 来自为是 首先是我很想认识酷酷腾 因为酷酷腾是我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我就刷了他的短视频 本来以为是凶巴巴的 没想到可爱至极 我跟天放的认识 其实是在某节目里 我们俩竟然唠嗑 就很熟 是这样 最一开始 我跟黄天放在台里 达成了一个共识 我们啥共识 就是说我们跟史策在一起合作 我们是百分百不碰爱情 为啥呢 因为史策之前第一季的时候 她是演爱情演过来的 那后尔成双 那CP咱能拆吗 第二季我觉得 咱们要让史策老师 在舞台上面更多元化 说里面会有一个勇士 月球中下的宇航员 知道你演不懂吗 不懂吗 不懂吗 不懂了 就是写红了当时 毕了能有六七个本 就写完就毕写完就毕写完就毕 咱们还有别的方案吗 你咱没有了 没有 咱所有房群的毕了 我俩嘎嘎推七八个本都不行 然后我们回去的时候 又挑了一下我们的库存 库存里面有一个是我们 点很很有意思 但是因为是爱情像的 我们就没有再往下深入 可不然我建议他不行 还是推爱情 对 为什么 多危险 多危险 那老王后在那下面坐着 很没很对的 那多吓人 一推 一推 就救命稻草是 感觉像上帝的吻一样的 推他就一通百通了 我觉得可以的 记得很大吧 听到他一开始 不敢跟年轻名 你还是不感受 我知道他 那个 比较脆弱 比较敏感 比较多虑 爱情养不了啊 咱俩 能 我只不过是 演这种戏没有经验 咱们要对视啊 天方 对视 行 我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对你 后来石老师说 没事 你就来吧 你得突破自我 行 行 态度转变 兴奋起来了 燃起来了 本次定论 大家就很快进入角色了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个 轻松的小薄脆 酷天使 酷天使 给你快乐 不停止